徐总 当时你知道自己到底是喜欢她 还是喜欢前女友 还是喜欢那个一个社团的女孩 你自己清楚吗 你觉得只要是给她送东西 只要能够哄她 只要用些伎俩 你就可以拢住这个女孩的芳心 甚至于在出国的时候 你只是通知她 不好意思我要出国了 你完全没有为这个女孩想过 你自己明明是痛恨 自己父母的那段感情 失败的婚姻 但你却在走向同样的路 如果你但凡真心爱这个女孩的话 你凭什么去演别人的男朋友 凭什么去跟一个女孩彻夜不归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在伤害跟你母亲一样的女孩 就这样 好 谢谢曲队 小老师 我们常说要爱情深爱 不爱情离开 但是为什么这个男孩子既不能深爱 也不能离开 因为在这个男孩子刚才说了 他的成长过程之后 其实深爱就意味着背叛 离开就意味着抛弃 而背叛和抛弃是他成长当中 不能承受的痛 他见证了自己的痛苦 因为他也是被抛弃的那一份子 他同时更见证了自己妈妈的痛苦 所以他会去对深爱这件事既渴望又排斥 处在这样的一种矛盾的当中 那么在他成长了之后 这样的一个矛盾会让他在情感状态当中 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 那就是他认为情感的宽度 广度要比情感的纵深度要安全的多 他给自己储备了很多的可能性 这样他的情感是安全的 但是他不会纵深的去发展某一个情感 因为一旦纵深就有可能伤害和被抛弃 所以我觉得这个男孩子 如果你要想去真正获得你的情感 除了你要学会独立之外 还要把你在成长当中的这个痛点 给他梳理清楚 否则你跟这个女孩子不会有幸福 你跟其他的女孩子也不会有幸福 因为你不敢爱 你不信任爱 那跟这个女孩子也说 一个问题很简单 不要那么轻易地在犯错之后 就接受对方的道歉或者是礼物 那样会让对方感觉 自己的犯错成本太低 没有责任没有问题 只要红一红 一把花一个微笑 或者一个什么小礼物 就能够把你的芳心给换回来 那样他下次还会去这样做的 所以要把自己弄得高傲一点 你是一个值得被尊重 值得被爱的 谢谢 好 谢谢老师 来 陆老师 从整场看下来 我没有听出任何所谓的爱情当中的真情实义 你们俩既没有回忆过去的美好 也没有说过你们之间的情深意重 我没听到 所以如果你们俩今天分开 再去回想一下你们相处的这一年 好像没有什么花钱月下的甜蜜 更没有什么海誓山盟 剩下的就是一堆礼物 所以其实我认为 现在这样的情感其实挺悲哀的 生活当中有挺多的年轻人之间的爱情 就是这样 如果彼此都未付出真心 其实分了也就分了 哭得也不会有那么伤心 走得也不会有那么的难受 所以我只有一句话 对于男生来说 无论自己的父母曾经是怎样 我们要学会爱的能力 应该做一个守护好爱的人 就这样